哈喽,欢迎来到娱乐八卦君 在节目开始前请先关注、点赞 这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哦 不过无论在形象还是在气质上 他都有了很大的改变站在台上 完全就是一个警察的形象 也让网友们特别期待 冰与火能够早日播出 王一博在直播结束之后 也忙着赶回剧组拍戏 其实在私底下王一博是一个 毫无偶像包袱的男生 我没看到舞台上的他是如何的 私底下的他就是如何的 之前在采访的时候 就连大张伟老师都评价 王一博是人间妄想 这一次在剧组看到王一博的身影 当天他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在拍戏的过程中也容易出汗 所以他不停地补装 不过在结束拍摄之后 他也在宝贝的陪同下离开现场 打着伞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 不过网友的关注点 却是在他的拖鞋上 他没有穿运动鞋 反而罕见地穿了一双拖鞋 回想之前每一次在拍戏的时候 他都会特别注意鞋子 但是这一次直接穿拖鞋上阵 网友们都说王一博 现在越来越有一种王大爷的形象了 不知道看到这一组照片 网友们是否有同样的感受呢 除此之外 王一博也是一个网瘾少年 平日里工作也是非常忙碌的 在结束拍 射离开现场的时候 他全程低着头玩手机 不知道在河水发的消息呢 整个人完全沉浸在手机当中 不过能够看到最新鲜的王一博 网友们也是非常满足的 在6月19日当天 他参加了远离毒品 我代言的直播活动 只是当天脸不浮肿的有一些厉害 网友们也很心疼 在最近他肯定没有休息好 也为了拍戏方便 为了让自己更舒服一些 所以在片场穿上拖鞋 不过他的形象有一种王大爷的感觉 不知网友是否会有同样的感受呢 王一博作为新兴的偶像明星 强大的号召力 在众多的流量小声当中 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不仅具有着不俗的演技 同时因为强大的商业价值 也受到了很多品牌的青睐 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代言人 现如今的王一博人气高到让人惊呼 每个维度的事业都呈现出来 超乎常人想象的成功 对王一博有所了解的粉丝会知道 做起事情来非常干净利落的他 不管多么繁忙 都能将每项工作都安排得井然有序 如此省心的明星 在众多的流量小声中 还是很少看见的 从王一博代言的产品图片上 就可以看出精致的妆容 充满实力的演技 都赋予了王一博独特的魅力 而全新拍摄出来的广告 也带着不同的属性 如此敬业的王一博 自然会得到的重视 如此负责任的爱豆 难怪代言产品一个一个接踵而来 近日 成为滴滴出行代言人的王一博 拍摄的广告照片 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被贴在地铁入口的照片 帅气一场 每个经过照片前的粉丝 都充满了无尽激动的心情 然而在照片的前面 还能看到钢琴的黑白剑 关键是在宣传海报的旁边 竟然能够看到一个 充满时尚气息的油桶 似乎这个地铁通道 是为王一博特意量身定做的 然而这两个场景 并不能让粉丝尖叫 如果走到黑白琴剑上 就会播放出属于王一博特色的歌曲舞感 在旁边的油桶中 也能拿到王一博的明信片 这让每一个粉丝都无比震惊 看来金主爸爸对王一博 还是非常满意的 这一波滴滴出行的安排 不仅能够满足粉丝 和王一博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同时如此暖心的动作 相信也近距离的拉近了 和粉丝之间的距离 很多粉丝也惊呼 仅仅是坐一个地铁 何必要搞出如此大的阵仗 甚至有很多粉丝 为了得到一张珍贵的明信片 而专程乘坐地铁 这样专业宠爱粉的品牌方 还真的是非常少见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 王一博在娱乐圈当中 和粉丝心中的影响力 是绝对无法忽视的 滴滴出行将其作为重要的代言人 自然希望能通过王一博的影响力 使品牌被更多人熟知和认可 这次王一博和滴滴出行的牵手 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粉丝 日常出行的需求 面临着越来越高的温度 选择滴 滴出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 而王一博的代言 也将滴滴出行的影响力 扩展到最大 在粉丝中一定会被列为首选的出行方式 滴滴出行这一波选择王一博 作为代言人的举动 还真的是非常聪明 在青年群体中有着强大影响力的王一博 在粉丝的群体中具有着强大的能量 而在他的号召之下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粉丝 心甘情愿地乘坐滴滴出行 在车上听着属于王一博的声音 还有明信片可以拿在手中 如此幸福的场景 光是想一想都会笑开花